看到航運股其實都是一個週期性的股份 運費和運量的高峰你覺得是否已經過了 還有譬如說有貨的投資者 其實現在應該最差的股應該怎樣處理 其實老實是答不了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問高峰期是不是過了 跟剛剛問美股一樣 究竟是不是經濟放緩 究竟是不是有個衰退出來 大家都是處於一個股股下的階段 但是市場開始就是 你看到圖表上面就是告訴你 在想著有機會是 所以你看到有什麼位置 即是航運股我們說 上年看好的時候 到這一刻你繼續持住 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近期才去買 甚至高位開始調整你不去面對 那你就只會局守 到真的確認行業見頂 太遲了 認輸可能50% 沒有60%可能50% 又高位調整一半 因為問題上年真的升了很多 論股值包括3.16在內 都是便宜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運價開始 回調的時候 股值就有下條空間 的確我會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你說航運股 我透過11.138剛剛說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純粹因為能源價格高期 我們接近未來 可能中國會跟俄羅斯 買了很多油 然後開始有些 伊朗核談判上面 有些進展 在這方面 令到它可以寧寧寧寧寧 突出地做好 但是其他集裝商 或者我之前喜歡2343那些 我們經常都說 你這一刻才去買 遲了一點 還有環境不配合 當全球市場 都在想經濟防活 衰退的問題的時候 你去買航運股 又真是搞笑的 所以暫時來說 航運股一切都建議做好 風險管理為主 不是現在買 之前買了那些朋友 應該怎樣 現在沽了它還是怎樣 就是看看你什麼水平 是 如果你說很低很低位置 那時候買 就是去年 可能你2343兩元多 算了 繼續拿著 都跌了下來 佔高的理由不走 沒有必要 但都做好風險管 你真的再穿3.3 在這些位置 就開始走 100天線 平均移動線穿完了 出了死亡交叉 你就先吃一下糊 對 3.3是什麼概念 其實穿10天線都3.9 沒有的 你看到陰竹上面 連4月那些低位都穿了 我不是投行走 其實你3個4 3個3 大約約這些位置 100天線走都行 你問我的話 其實4元那些位置 我都應該建議止虧 問題就是 為何你這一刻才面對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沒有那個能力 去處理短炒 就不短炒 繼續中長線 如果你很低位 拿著這些 你有條件中長線的 你買那段時間 財息兼收 玩到零成本 都有機會 但問題 這個我相信 不是大部分人 高手 不是大部分人 我自己都未必能做到 如果你說要短炒的話 沒理由這些位置 就盲目相信 航運股 股值便宜 息率還有二十多厘左右 那就一定沒事 股值是便宜的 但面對著現階段 經濟放緩的問題 它很難獨善其身 所以航運股短線 都是以小心為妙 抗議 該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